那另外我们屋顶有防水的处理 严普郭小校长林衍生进行简报 向屏东县长潘孟安说明工程师做内容 该校南洞西洞东洞教室 经评估耐症不足 故进行补强工程 我们包括东洞南洞跟西洞 那主要是针对结构的补强 就是针对扩住 还有室内里面有危险的部分先做处理 那主要的部分就是厕所 还有墙的扩住 让结构更稳固 那另外还有做表面的油漆 以及室内的油漆的部分 让学校的教学环境更加的理想 让学生的学习能更加有效 补强工程师做项目 包括新增液墙 耐久性损快修补 扩住补墙 屋顶新增钢构 高窗填补 外观整修以及屋顶防水处理 总工程费为1435万元 盘梦安除了听取简报 也实力巡视工程进度 强调屏东县有许多老旧校舍需要改建 更有老背上建筑需要提升耐震补强 县服近年来 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进行老旧校舍采除重建 就是希望改善硬体建设 让师生拥有安全无语的教育场域 对于在这个地震带当中 略是今天在看到盐埔国小有59所学校 59所学校77栋大楼都必须来做一个耐震补墙 那过去的建筑结构 这个对于这个耐震的部分的耐震系数比较低 那过去也比较没有在意到在整个这个补墙的部分上 这个耐震的程度在这个建筑结构上的成为一个随着法规的调整 那我们也特别足以检视 总共59所学校高达4亿多来把它做耐震补墙 那采除重建的部分有14亿左右来做所有的学校的采除重建 为了缩短沉箱差距 县福在改善县内老旧校舍的硬体建设后 下半年度将逐年发包进行软体建设 以依化资讯提升教学品质 让教育无缝接轨 未来在大概4亿多左右将近5亿 把每一所学校205所学校光纤电缆 拉到光纤网路拉到这个每个学校 让网路来替代马路 让每一所一般的教室 我们透过调查跟学校的调查 是用单枪投影 一后这个电子白板 未来每个教室都是一化的 现代化的这个3C的一个产品 盘梦安强调改善软硬体设施 让教育没有全乡差距 县福责务旁贷 期待逐步推动的老旧校舍改善计划 能够提供安全优质的教学环境 让师生可以快乐学习成长 评论新闻蔡理华卫德卫 采访报道